说到娱乐圈的大哥成龙在影视上的造诣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成龙大哥入道多年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走上了今天的地位实属不易 而在很多人印象中成龙是独苗房祖民也是独苗 其实不然成龙在安徽还有两个哥哥 这要从成龙父亲房道龙说起 房道龙本是安徽人 解放前去了香港把两个儿子留在了安徽五湖农村老家 到香港后令娶妻生子这就是成龙 前期去世的时候两个儿子已经成人 所以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大哥叫房世德 二哥叫房世盛 成龙曾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透露 在自己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和大姐 而且他们的孩子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取悉两位哥哥目前还生活在农村 而且日子过得非常清贫 每个月都依靠着退休金来过日子 非常的倾苦贫穷 虽然有两个嫡妻大哥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 兄弟三人并不亲热 突围房道龙和房世德急儿媳 成龙的两个大哥最初参加电视节目 希望能与成龙见一面 但却等来了成龙公司的工作人员 双方并没有见面 在各个一家人的期盼中 也或许是出于媒体和舆论的压力 成龙在2013年回到五湖 成龙此行十分低调 出发前只有大哥房世德一家知道 当地媒体都是在成龙离开后才知道的消息 据悉 他们一行人先到房桥村 房家老司堂 成龙在那里查看了房家宗族家谱 也可以算认祖归宗 圆了两位哥哥的梦 同时也圆了自己多年的愿望 举其后来也没怎么联系了 看到成龙的两个哥哥非常的辛苦 很多人都表示不解 再怎么说 都是自己的亲生哥哥 成龙为何对之不闻不问呢 也许平淡安静的生活 才是最幸福的 或许成龙是不想再去打扰两位哥哥 只要他们没事 便是最好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